在成都古属蜀井研究所 我被蜀井细腻华美的文士 丰富多样的色彩 巧妙精湛的工艺 深深吸引 丝线如水 色彩如画 蜀井织旧的不仅仅是一块块布料 更是一幅风景 一段段传说 一个个故事 74岁的胡光俊所长跟我说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 价值运动会的奖牌寿代 就在这里生产 这不仅向全球展示了 中国蜀井的独特魅力和艺术价值 更是文明交流的一次生动体现 传承了3000多年的蜀井 70多道工序 每一步都需要一丝不苟 因为这代表着对美 对艺术的精益求精 现在蜀井化身为 精美巨人的服装鞋帽 文创产品 走进寻常百姓家 蜀井是中国工艺的瑰宝 更是文明交流的纽带 早上2010年就录选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路 千百年间 蜀井助理中 私手桌上的文明对话 以独特的魅力 向全世界人民 展示着中国传统手工艺的 独特价值